今天做的東西其實是 主要是我們請我們就是有很多新的編輯 以及老的就是非常有經驗的編輯一起來做一些回應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 然後大家其實就是看著同一份文章列表 然後挑選自己覺得有自信的訊息 然後來回應這樣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有今天 其實這些其實都是今天的新回應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OK 老司機 DONUT 四千不想找事態 然後還有應該還有LIN以及邊緣人 然後其實我們今天真的回的非常的多這樣子 對 然後例如說像是老司機今天他就突然突發起搶說想要做 今天來做一日韓粉吧 所以他就打韓國語三個字 然後去找一個跟那個相關的一些訊息 然後來做回應這樣子 對 然後有很多的朋友一起來這樣子回應 對 然後今天另外一個事情是還有把 上一次黑客松的時候其實有一些功能沒有上限 因為在做一些調整 然後這一次的話就是大家可以在這個 Cofax的網站上面就可以看到這個 近三十日回報次數的這個這個 所以即使是像這則訊息 他可能回報就是實際上來填寫這個回報理由的人只有兩個人 然後是在13天前第一次傳進來的 7月7號 可是實際上 就是他背後 可是可能有更多的使用者 他是 傳進來之後 他看沒有人回來 他就跳走了 那這樣子的狀況呢 會被我們的這個 這個圖表所 所紀錄下來 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訊息 他已經有 有28個人傳進來 大家可以把 就是我們 我們Cofax總共有10萬的人 10萬人裡面 有27個人 20幾個人 覺得這個訊息該被查 然後你就把它 scale up 到 就是台灣的population 大家可以知道說 有多少人收到這個訊息 這25個人搜尋二期 這其實已經是 蠻popular的一個訊息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功能的話 就可以更好的去評估 所謂的訊息 到底 真實 對查詢的popularity 是多少 然後 有時候也可以讓編輯 可以大概了解到說 自己大概要 拿捏多少的精力 來撰寫這一題的回復 這樣子 那 以上就是非常感謝 就是大家 各位的參與 然後 還有 如果大家對這個 還是有興趣 有興趣 然後想要持續來 contribute的話呢 就是歡迎 到我們的提案區 就是我們其實都有把我們的 一些 就是 我們都把我們的資訊 放在Hack folder 然後 在Hack folder上面 有給編輯的 給使用者的 專區 讓大家可以來 參考 這樣子 然後 就是歡迎大家 就是 一起來 讓我們的 提供 提供更多的不同意見 給我們的 賴使用者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